太累了 结束了 结束了 怎么了 我们治疗方案被狂批 你们是怎么 你们有跟我们一样吗 是我们过于原则化 我们就是觉得 我们还强调这点 我们说这个病人的病情 是瞬息万变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 提出治疗原则 具体的治疗手段 要根据这个病人后期的变化 那所有的患者 是不是都可以这么说呢 变化 我说的也没错 是不是要总结了 等待太煎熬了 就是来讲都给有千秋 但是还是有点分叉 对 那可以吧 把它放在这个第一 这是第一个了 第一个 嗯 来了 他们已经有答案了 我们还没有 来吧 刚刚汇报的两组 有对谁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四维导图那个 其实印象真的蛮深刻的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非常的清晰 而且可视化 平时自己在工作里边 像上集汇报的时候 我也会经常采用 四维导图这种形式去汇报 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 我想 但是我可能我做不到 我觉得比四维导图更亮点的是 我看到刘畅他的一种从容格局吧 也就是说当他们被批评出来以后 他自己自下和安慰其他的同事的时候 他其实看到的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是我们学会了 对 我们来的目的是学 而不是得第一 那一下特别暖 从这点上来讲 不言还在纠结 我能不能得第一 但是我觉得李不言的表现 他的那个表现 不是因为他自己 他是怕拖累别人 同意 因为就是一个团队战 对 他一直在说的是 昨天今天的话 我怕拖累别人 我个人的话没关系 没所谓 所以那个东西是让我觉得暖心的 是 那个也是一个成长 是的 因为他暂时被留级过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流畅 那么成熟 现在我莫尾了 我渴望成功 那我这个时候就不能放过自己 我得跟自己较劲 跟自己死磕 所以我能理解李不言 好嘞 我们现在开始选了 因为这次我们的MDT的汇报 是由肝胆医科发起的 所以我们就贴的是肝胆医的 三位医学生的照片 然后他们就代表分别的小组 好 来吧 朋友们 我们来捋一下吧 好不好 捋一下 对 涛主任 对 全村的希望全在你这 您是凡村的希望 妹妹们 这样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个人觉得第一组 他只请了超身放射 这种影像学的科室 可能重在诊断 但是接下来这个病人 搁到哪去呢 虽然第三组遭到了严重的批评 但是呢第三组呢 他是请了ICU的 其实他们是重视到了这个患者呢 接下来要转诊转到哪个科的问题 但是这前面还有一句话 就说你们这空有一个框架 他说你只为喊口号 没有具体的这个治疗方案 然后只有大原则 但是请对了这个会诊的科室 可能就是他的主要目的 但是第三组还要被批 他们完全不考虑微创 就他们其实考虑的东西是少的 因为他们是超纲的 对于他们来说 我想为汪伟航加油 不行 我还是要选第一组 我选第二组吧 那第一组都没什么印象 但他的批评应该是最少的感觉 恰恰说明没有亮点 不我们会不会走偏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最后 陶主任 我 我不能误导 不你一直误导 我们没关系 不差这意思 不行 我不能继续犯这个错误 我愿意被你误导 陶主任陶主任 我有一个想法 你刚刚说MDT 对于所有的医学生来说 都是一个超纲的东西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逻辑 就是他们想看的医学生 就是哪一组有他们独特的 给他们启发性质的一种特征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那是不是就是说思维导图组 他的未来发展性更强 对 从这个报告上来讲的话 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能够有推演能力的思维方式 更像是有一个技能 对 这技能可以一直发展下去 就第二组还记得有 有说他们是有始有终 我觉得这四个字也是一个 对一个方案很好的一个评价 来 我们谁是谁的明灯 来 快 那就先让陶主任选一个 然后我们选剩下的 这话就也只有你敢讲 因为我们还要录后边的节目 我们还想活 开玩笑 陶主任你就说吧 你投第几组 你很重要 我可以最后一个投吗 也其实也可以了 咱们不能逼陶老师 每个人跟随自己内心吧 好 然后投射自己那一票 一二三 扁着看 好我们暂时先暂时 王蕊这组哈 两组真的被劈得很严重 对 能不能点亮今天的这盏灯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来看 揭晓的案子 揭晓 每一集都这么纠结 我宣布一下今天这个汇报 那么我们三位代教老师也对你们各自的表现进行了一番讨论 现在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 我觉得我们这里做的最好的那个小组就是那个 李布言刘畅和王蕊这个小组 对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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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第二个打的最高 李布言刘畅这个给我感觉印象最深刻一点 近乎完美 第二组呢是给我感觉最好的一组 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思维导图这样的形式很新颖的 你看思维导图 好果然 我们其实MTT 如果以后以这样的模式来做的话 反而大家能说得灵情 这个如果跟AI或者是机器学习 然后放在一起到以后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模式 对相当于一个是整疗规划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一直认为呢 表现最好的应该是你们这个小组 yes 那么表现第二个呢 是张恰 谢徐超和高尚精明这个小组 三个基本上是八十九十七十 是这样的分数 给我的感觉 那我跟你是差不多的 你说出他什么特别不好吧 但是 该做的都走下去了 也没犯错过 他们有些地方是对的 但是有些地方呢 他其实是原则不懂 缺乏临床的经验 应该总说中规中矩 那么这个整个分工合作也比较明晰 处理上也都到位 你们是第二名 那么第三名呢 就是说 这个是汪伟航、冯琛和小米 这个小组啊 那么你们其实是倒数第一 总的来讲 三个组呢 应该说还是 对这一个病理 掌握了这一个MDT的讨论的一些要点 总的来讲 大家掌握得不错 好 那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现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辛苦辛苦辛苦 继续努力啊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刚才我提示过你们 故意是 呃我拼命在催你们 哎你们要快啊快啊 其实我是这样 暗示你们时间要加紧 不其实格式挺好 快点让我们学习一下你的格式 你们这个格式不错 下次向你学习 好 早点宣誓啊 拜拜 拜拜老师 拜拜老师 来来来 把你四位导徒工信出来 给 我也想看 我每一部都有 哇 然后 这里还会展开 还会展开 哇 唱起也可以啊 就是做了很久吧 没有他手速特别快 在在李不言同学的铺齿之下 我们快点快点 有点慢了 我觉得让我来搞 我可能还需要两个小时 才能把它汇总到一起 开始的时候我就当时磨叽磨叽磨叽 你就开始催我 我就 你都会觉得爆炸 你不要催我 没事没事我随你妈的唱点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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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 滴滴就是要来骂的 真会聊天啊 嘴真甜 不动手就好 随你妈 动手我都动手了 我动拖把的都 李不言 你滴滴几岁 对了 零年后 亲弟弟吗 对啊 我也是你亲弟弟 我也年年后 他要干啥呀 相亲的时候 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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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